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看到我们这个组合就知道 我们有讲每月数据的时候 今天就讲中山 我们有请我们的B加大Y区不动产研究院的院长Michael 大家好我是Michael 我们又讲一下中山 上五月的时候就迎来减减解限 很多地方不限购 接着又减首期的比例 两成首股 今个月还出了3万元的优惠 不过这个是6月的 我们现在讲6月的数据 讲过政策先 好了 验证刚刚朱莉讲的 我们限购的开放 因为是什么 一个时间节点是 它是5月31号网上 发这个限购的开放 4月30号 对4月30号 然后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政策 在4月份的时候 已经解读过了 我们5月份解读了 那么这一次我们讲的这个政策 就是关于一个土地和网签的行政 那么在5月17号的时候 中山市的那个住建局 它发布一个规定 就是以后的开发商 哪地可以只先付50%的土地款 就可以开发去存建了 只要50 也就是比如说 我们有3个亿的地款 那么你只要1.5个亿 加上之前的保证金 也是并入这一块的话 就1.5个亿 你就直接可以开工了 就是这样 以前呢 他就要给了地钱 才可以开工 但是呢 很多发商就借 借钱 借 借 借回来 那现在就 他说 你不要去借了 对 你就直接交易办理就行了 就给少一点我 之后就 就是拿政府钱 好过大银行钱 对 就是 他这个是不责利息的嘛 因为他后面是分期 后续可分期 就是叫他们 不要发这么多债 对 不要借这么多钱 对 三道红线很重要 对 对 明白 都是一些救市的措施 对 然后5月25号呢 他发布 那个住建局 发布一个信息 就是说 他的备案价呢 可以向往下浮动 15%往迁 差不多是达85折 就是给你 因为你知道 网签如果呢 他的备案价 他跌得太厉害了 是要慢慢调回去的嘛 那现在就给他调15个percent 对 15个percent 这个是一个从叫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是土地市场 二级市场是这个叫商品房市场 他就两级进行联动的调控 我们看到时候六月份的时候 看看他的一个效果是如何 不停落药啊 不知道行不行啊 真的 好像落完中山好像落药落了五月那波之后 五月的市况是好一些的 但是六月就差不多消化得七七八八了 对 但是因为是政策他需要不断的去刺激 所以呢 他就一环接着一环去 我都不知道 可以给 就是再迟一点可能就是 我们讲一下土地 有什么土地供应 这一次的土地的话 我看了应该也是 因为应该是从去年的七月份到今年 他才有一个首批次供应出来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一年了 差不多一年才有地拿出来 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客户去售楼也好 或者怎么样 其实是这一年以来 其实没有什么土地消息的 当然了 我们讲的土地消息是 我们叫做商住用地 商住的 对 还有工业的那些我们就不统计了 对 然后呢 这个五月份呢 是新增供应的三宗 一宗是在小浪 一宗是在马鞍岛 一宗是在石崎 一个市区 一个马鞍岛 一个小浪 小浪 小浪就 我们不太熟了 这个就 可以 大约看一看 都是住宅用地 七十年 对 都是大的 这块地 这块地不小 而且总价是四点五个亿的起价 然后如果说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市场价的话 可能我们预判也是底价成交 也是底价成交 那么它这个中地的面积是一万九千多 其实是这块地的话按照它的 七千多元一方 底价成交 如果说 对 它其实楼面价也是这么多 我们预判的话可能没有一价 我们预判没有一价 因为它这个周边的那个价格的房价的水平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便宜 七千到一万之间 当然是毛胚啊 毛胚 因为 OK 就是我们可以加一个原则 那个七千六加一个三千到四千的一个 加养成本 那么这里就要一万两块钱 那么它拿回来 没得赚的 基本上平平吧 平平吧 但是通常呢 有地拿出来呢 现在都是有人要那块地才拿出来的 应该这块地有人要的了 应该提前是已经谈好了一个条件了 应该是谈好条件 因为 奇怪 对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比如说 有一个工地的概念 对 好像香港勾地 对对对 有人要那块地 他才会拿那块地出来买 没错没错 如果不是 下下拿块地出来 每楼都会留泊的吧 真是没意思 对吧 对 那另外 石旗 讲一下 石旗 石旗 这块地的话是两万多帆的一个棕地面积 也是商居用地 容积力最多是差不多是3.1 那么差不多总结面应该是六万多帆 那么 六万多方都是大盘 六万多方除以一百的话就是六百多套 六百多套又不算大 算是几栋 五六栋 三栋到四栋之间 然后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的 这种的小面积的地块 是很多发展上很喜欢的 因为它可以叫做所谓的大开大合 就是可以一次性供出来 以前市场好的时候一次性就会卖掉 那么它这个起价的话也不便宜 它的那个是6.9个亿差不多7个亿 那么它的一个起派流面价是一万块 那么它周边的最快地的周边的话 就是整体的市场环境肯定会比小狼的好 那么周边的价格是在一万七到两万三之间 那么它拿下来的话卖两万也是乘以二的话 也是有点钱赚 应该下个月就出到究竟他们买了多少钱 到时再看了 对还有一块地的话是这一块地是马安岛这里 马安岛这里 马安岛厉害了 隔了很久没有地供出来了 但是其实马安岛还有很多地的 是啊它还有很多地 然后它这几个项目以前价格比较高 然后因为也是相当于是整个中商的一个价格标杆的 在一个地方 是是是是是 神中通道的第一手帐 是 那么它的周边大家都知道了 有那个什么越海城 招商的 嗯 还有很大的 旺克保利 这一块 那么它这一块地的话也是有2.0的容积率 这个2.0的容积率是比较低了 就是低密度的 就是低密度的 差不多有10万方的一个界面 10万方界面 就差不多1000套 哦 那这个又大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而且它的其实价也差不多快13个亿了 13个亿了 这块地大哦 应该都是可能一些大东西拿 对 可能一些大的 就是可能都是国家队拿 嗯 我去了解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去探讨这一块 我去了解一下 应该可能是万科会有异象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中商的一个城头 就是讲的是可能是国家队 类似这样子的啊 也是这样的国家队 包括月秀 嗯 尤其是月秀 月秀是很喜欢这一块地 啊 那月秀就没在马安岛插旗 没有 他不觉得有机会是月秀 对 因为月秀之前在中商是赚了很多钱啊 因为很多很多帕 嗯 所以他们可能这一次也会出售 好 我们下个月再密切留意一下这几块地 究竟拍什么价钱 好 讲一下整个中商市场啊 好 我们讲讲中商市场 因为呢 其实整体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刺激过一波之后 其实整体的一个中商的一个市场呢 可能是回归了 我们叫做回调啊 我们回调 整体的一个网签的一个 首先讲供应的话是18.55万平米 那么网签是28.42万平米 那么网签均价是13100 那么整体的话 它市场的一个整体都会有所回调 都会有所回调 都会有所回调 就是其实就放开了 反而呢大家都想出货 就将那些价钱啊那些 嗯 差下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的话就是整体的话 你看这几个月我们从3月4月5月 它其实它的供应都是低于我们的成交的 嗯 这几个月的数据 那么它价格的话 就是345这三个月份呢 它的价格从13000到13000 13300到13600到现在13100 其实整体的 所以回调其实也是比较平稳 比较平稳 比较平稳 就是它其实供求比都是低的 对 对0.65嘛 差不多0.65 那么这段这几个月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供求的一个走势图 其实很像一个时间点 是什么时间点呢 就像是2020年的5月份到6月份 7月份的时候的一个供求比的一个数值 嗯 就是过了疫情那个时间 对对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高峰值 其实和包括这个数值 其实是很相近的 是 对很相近的 当初有爆之前那个位了 对 而且可能是在一波小回调之后 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了一波的一个高峰期 也有可能看到这一波 那么当然我们因为有一个 因为接下来马上又会拍地 那么因为一级市场的反应 会直接影响到二级市场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如果说是这三块地拍出了一些有溢价 假设会有个5%或者是10%的这种溢价的话 那么它会反过来直接刺激二级市场 嗯 对 因为土地开始热的话 就是面粉开始热的时候 对 面包就会开始挡紧热 对 希望啊 希望 那边拍地点 嗯 然后关于价格指示期货图的话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价格的话 因为它其实是有回调 那么我们看到了之前在4月份有个小峰值的时候 那么现在5月份的话我们也有一所回调的话 那么它整体的话价格黄比和铜比都是有小的一个下降 一个是3.54 一个是8.34 嗯 其实我都算平稳的了 对 就是不算大起大落的了 没有超过30%的 它基本上都是还是比较平稳的 那如果说是25到30呢 那就相对不稳 那么15%到20%呢 其实是略有不稳 那么到10%以下呢 基本上平稳 嗯 嗯 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呢 讲网签的那个价格呢 嗯 很有影响是它网签的 有些譬如那个月网签便宜的多些 那么可能就将一些价钱拉低了 对 有些譬如网签贵的 譬如马安岛那些签多了 没错 那就会拉高 整个价格都会往下升 所以这一样东西 譬如百分之十里面的浮动呢 嗯 其实是正常的 嗯 然后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中商的2020年到现在的一个 库存的一个 区化的一个周期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库存的总量 它其实是下来了 嗯 整体的一个趋势啊 从高峰值是2021年的11月份 高峰值差不多是637万方 到目前是579 差不多580万方那个样子 嗯 但是为什么区化周期会上去的原因 就是第一个我们区化速度慢 啊 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月比较平稳 没有说像之前一样 已经要爆量 去来一下子一个月卖多少 那只要比较平稳的话 它的一个供应上去 和它的这个速度降下来 那么也就是导致它的一个区化周期呢 这17.7个月 嗯 我看到这个图呢 我就想起呢 就是珠海 珠海就一直保持住那个数 那个库存的面积是很平稳的 但是呢 就是中山呢 我始终觉得它民企多 嗯 其实它国企是少的 国企就比较少 就是参与那个比例 参与那个房地产的比例 是算少的 所以它那个 就是控制市场呢 就不那么容易 是 是 嗯 它不是很有整个整体的整体的那种 整体的那种 规划 对 有好有不好的这件事情 对 然后呢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市场 其实是如果说是我们去看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极为性会比较大 啊 因为它 因为珠海呢 就会是比较求稳的 对 是的 那它是整个 就是整个市场呢 就是 国家的行为是控制了很大部分 对 就是差不多六七成的 就是六七成的因素是 国企啊 政府去控制了 但是呢 中山呢 就会是 比较市场化一点 比较市场化一点 嗯 就是你如果要收拾东西 有可能在这些时间可以收拾到 对 那如果升起上来的时候 也都可能 就是中山的那些 民企又可能会 就是積極一点 这样的 ok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很喜欢 他研究这样的一个数据图 很喜欢 是 好了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五月份的一个住宅的总价 和一个面积段的一个成交结构图 其实可以看到 整体的集中是在 一个是120到140万 在100到110平米之间 一个是成交的158套 还有一个是80到90 90到100平米的 一个100到120万 中山都是很光衰的 光衰 光衰无形啊 光衰的面积啊 对 它的这个一个是价格很当衰 但是给你的产品很多呢 其实是包括我们香港很多客户 买的那些产品呢 其实是 其实我反而觉得 其实住起来舒适度还蛮好的 是 你看像那个 光山水啊 哎呀我 我前两天还接到那个电话 光山水那边有一个 有别墅在卖 哦 100多万了 挺好啊 挺好啊 嗯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个 五月份的一个中山住宅的 往前排行榜 嗯 排行榜第一的都是一个项目 叫做亚居的一个 汪香菌啊 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是讲了好几个月了 因为 对 其实现在我们看回所有的 就是top 10 无论是面积好 套数好 金額好 其实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会买的盘 对 其实你看到整个市场都是以本地干需为主 嗯 就是之前都有很多是 就是比如是深圳去投资啊 对 或者是我们香港啊 澳门啊去投资 嗯 但是现在这样看走势 就是看回它 比如海伦堡啊 香港的那些盘啊 或者在啊 就是东升啊 震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 本地人买的东西 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限购区和非限购区 这边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是的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你可以看得到像 像东升啊港口啊 这些以前很少能够进入我们榜单的 它可以在通过一个月的时间 它直接就升上来 可以看到我们的榜单的话 你看以前都基本上是 冬期 虚期 时期 或者是其他地方 包括当然 亚军的万象军是一个特例啊 因为它 以前的那些区画啊 还有现在的那个推货啊 就不一样 它也是本地的 但是这几次可以看到它的 其他的外围的政区就上来了 你看到我们那些熟悉的盘都很少在这里 除了九月三万车边在排第十之外 其实都真的没有什么我们熟悉的 正正就说 这期都是本地客为主 对 对 其实本地客呢 我们都跟那些内场啊 那些销售 那些销售 就是现场的销售 其实都是本地客很多 都没有空 对 对 对 好 说一下 分别看下这些组团 我们简单点说一下西北部啊 西北部我们也很少做的 对 简单讲讲西北部吧 因为西北部其实是典型的地方 其实就是小岚 其他的话 浮沙 浮沙都很多人买的 富沙也有 对 浮沙和那个什么 蓝头 蓝头 都有些香港人买的 因为之前有海岸分分城的蓝头 嗯嗯 那这些就本地人买多了 它的一个碗签的话是六万一千六百平米 然后碗签的广比上升了百分之八十八 对 确实升了不多 升了比较多 然后它的碗签增价是一万一 嗯 好 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供应的一个 西北部的这种供应和成交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情况 东升 东升近什么 近市区嘛 对 中山人都喜欢买东升的 另外一种呢 就喜欢买蓝头啊浮沙 对 旁边就是顺德 顺德 顺德卖两万多 对 对 一桥之隔 一桥之隔 一路之隔 就买到便宜一半以上 所以 国内人就喜欢选这些 可能蓝头浮沙就是佛山顺德人去买 但是那个股镇那个数据呢 其实它有点特殊啊 因为 它的股镇那么贵呢 因为它们那边有一个万科棚 哦 它那个万科已经卖到一万六千多 哦 所以它把整个股镇的家庭拿上去了 但是五十万很贵 股镇旁边就是江湖 对啊 加密的江海嘛 好 这个也是刚刚讲完了 对 我们讲了 然后它的库存的话 目前的话西北部的组团 加起库存是差不多 九十七五万方 去外周期是十六点一个月 都健康的 差不多比较平稳 不是见到都是一些 万科的盆都玩 一万六千多 还要这么多人买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古镇 这个就是古镇的那个 这么夸张的 好 那讲一下东北组团 东北组团的话是三个镇 它整体的一个没有供应 上个月是没有供应 网签的话是2.04万平米 网签面积黄币上升了34% 那么均价是差不多一万块 跟西北组团差不多 那么也是价格也有黄币上升了3.25% 是的 这些都是黄铺啊 三角啊 民众这些都是本地人买到的了 还有都很少投资客去买的 对 那供求比都是正常 这个是量价量价图的话 其实这几个月它的成交还是比较稳定 就是除了5月份没有供应 其他的的话都还好 嗯 这是它的一个库存图 都是比较健康的 19个月 对 42.86万的一个库存 是9.1个月的周期 嗯 哦 那么你看到这些盘 都是本地盘 很多 曼科 多久人都出去买曼科 对 曼科 对 还有曼科你看一下它的军价 比人家贵 是啊 基本上会贵个三千到四千 哦 嗯 嗯 云洋山水都OK 对 也有也去到了一万两千四 嗯嗯嗯 好 那么看一下中心组团了 好 中心组团就我们香港人就比较熟悉了 对 它五月份的话是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内是没有供应 那么网签的话是10.1万方 那么网签的房比是25.9%差不多26% 那么网签的均价是1.41万平米 可能是有回落 回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时期的核心区域 它是一个限购区 那么它这一次的成交呢可能都基本上是五贵山啊 就是周边的一些港口啊这些 不限靠那些旁边的那些就成交多了 对 对 但是我想问呢 那个军就是同比那个跌了八成是 同比是因为什么样子呢 我举个例子 八成因为怎么说 它是去年的同期 嗯 去年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是市场最很火热的事情 但是意思是说去年差不多两万多元的军价 嗯差不多 两万多元的军价现在跌到一万四元 对 它其实 当然我们看的话因为整体的一个市场还有 当然因为那个时间点的时间折点 可能买东区多点 对 可能是买在东区的那一个月可能或者时期啊西区啊 这些价格直接是已经飙到了两万左右 那么其他的区域就是一有价格没有成交 那么它的整体的一个中心组团的价格就会可能会去到两万 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刚刚的 等一下会看到到的我们马亚岛那边也一样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去到都现在都是两三万 那么其实南岛那边就是没那么高的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那个区域都看了 那我们看回那个榜签的分布图就看到了 可以看到的 如果大冲还没到一万 沙西才一万 西区一万 就变成了一个价钱就会拉了下来了 对这样子下来 其实这个都可以看到到这个价格分布图的 以及我们的华星的 不过讲个公道 确实是跌了的 嗯 西区 西区以前买的万六万七 有 现在应该万三四都有了 对 现在西区是到万三四了 嗯 好了这个是它的一个公求量价的一个数据图 可以看到 其实怎么说呢 它的价格我们说是跌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一条线 还是比较平稳的 嗯 好 这是它的一个库存的一个 因为整一个中心的祖团 它的证据是最多的 所以呢 它整体的一个库存的总量应该是最多的 差不多一百五十八万方 那么区化周期呢 其实只有十四点一个月 啊 那其实都健康啊 对 比数字比 比区化健康啊 对 那么 这个是 这个中心祖团的一个完全top ten 都是一些本地盘多了 嗯 可能保坦法的香港人就少买的 对 是的 这些都是本地人买的了 那些毛皮楼啊 是 比较熟悉一点的 108 嗯 那个石旗 旗干新城 对 对 旗干新城 都地标了 嗯 另外就是 时代美神 大家会比较熟的 化发首富可能会比较熟一点呢 嗯 化发首富都不熟的了 他们都是买 我们香港买的最多就是时代美神 108都少买 因为其实 旗干新城 我们香港人都少买 嗯 是的 始终这个价钱呢 他们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的比较多了 是的 可以选择高新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北韦 可以选择金湾 对 可以选择金湾 就是直接就下降了 嗯 然后往前的一个均价是一万八千六 那么整体的一个均价是往上升了百分之差不多二十个percent 嗯 这个也是有可能是 马安岛那边成交多了啊 嗯 把价钱拉高了的 嗯 那我们看看呢 那其实 你见到蓝朗的数据都是多的 嗯 那因为蓝朗都合并了去 马安岛那边 嗯嗯 嗯 火菌那边其实也就一万七千多 有些可能我们就 因为火菌那边现在没什么楼盘 不是 蓝朗的价钱很大差别的 它差很多的 它其实价格是差很多的 你说蓝变的 是什么 感受海湾城那些很便宜的 是啊 嗯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这一条曲线的话 它的价格是 这一两个月是直接往上升的 那么它的 因为有供应 而且这一个月的那个成交确实是 可能是有所回落 有所回落 嗯 好 这是它的一个库存 库存的话 它整体的一个量的话 是一百三十六点八九万方 然后去发周期是二十七 二十点七个月 因为它还把那个 因为 把那个 囊囊啊还有民众 民众虽然说没有很多的大盘 但是它几个小房 我以前我都去踩破盘 都去了解过 确实是还是有这些公益的压力的 对 看一下top ten 那就是河湾城看到了 对 万三元的嘛 是啊 很便宜的嘛 是啊 就是我们自己开的过去二十分钟 是啊 但是真的 哎呀 买极都还有 对 是 另外 恒大那个是历史数据来的 历史数据 它是之前的网签 现在的网签 招生中湾府啦 这些都是在马云岛那边 马云岛 是啊 你看到二字头的全部都马云岛 嗯 ok 然后现在看看南部组团 这个 有可 代表性点 这个我们最熟的三乡 和三乡 坦州 神湾 ok 它的一个供应面积是8.96万方 供应的话是有历史性的一个突破 确实是供应了 同比的话是增加了706% 因为然后上一个月的话是没有供应 所以那黄比的我们就用那个零来表示 那么网签的面积的话是6.72万方 黄比的话是略有回落 那么价格的话是1.07万方 那么也是有所回落 有微调 新供应主要是来自于哪个 阿朗斯啊 坦州那边 对 还有那个 棍山水 对 棍山水 是5月到罗月受盛的 嗯 所以 集中 集中在这个供应 其实这个供应呢 看到是706% 但是呢 其实看它的总量 总量因为它是8.9万方 我说它9万方 其实也就是900套 900套 其实就是那几栋 对 四五栋 五六栋 浪斯都几栋 对浪斯都不错 接着 棍山水都两栋 对 对 那两栋都加上300 是啊 嗯 这个是它的一个价格和网签的一个分布图 还是以坦州和三箱为主力 那么价格的话是 唐州是一万五千多的一个军价 那么三箱是一万左右的军价 那么神湾和磅伏军价基本上持平 嗯 我们看一下先 嗯 看一下下张图 就是说走势 对 它的一个公求量价的一个走势 可以看到这三四个月的话 这个南部组团呢 它的一个成交量其实都是很亮眼的 其实很亮眼 那当然因为网签之后逛的话 如果说是能够及时更新的话 这个数据的话 可能还会再增加个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五月更 这个五月的数据 六月的数据应该更加 因为五月它卖得多 嗯 五月卖得多 然后续续在六月往前 是的 我们自己跟踪的这几个楼旁 比如说像朗诗啊 还有华花 还有包括我们之前的那个什么 远洋繁华里 类似这些项目 我们所跟进的这几个项目 都所知道的卖的都已经不止 现在往前的套数了 嗯 对 好 嗯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库存数据啊 目前的南部组团整的一个 库存数据是一百四十三点八万方 南部那边的库存是多了 对 因为这个的统计应该是现货库存 我们讲现货库存 那么截止到五月份的话 七月周期是二十二点一个月 那么其实整体的话 还是以去库存为主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 现在的话是一个性价比入手的一个高手势 就是 嗯 其实很多本地人已经入手 还有很多发展商出些什么呢 低手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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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监控的一个往前套数是二十五套 就不止 但是远远是不止的 因为可能是这个月 我们六月份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集中爆量了 因为 那朗诗那些在哪里签 就是下一个月签 嗯 浪诗的话 我们是跟进到昨天的话 它是往前了七十多套 嗯 但是它卖了几百套了 对 它已经卖了四百到五百套了 哦 那就会绿绿绿绿 是之后就出现了 对 它慢慢慢慢就就是往前 往前签完后 下一个月的话 然后Top1的可能就不是雅菊乐了 嗯嗯嗯嗯 因为阿贵乐现在签领的那些 都可能是过年之后 三四月份买的 对 三四月份买的 好 那中山呢 基本上 它是第一个去下药 在我们熟悉的城市里面 第一个下重药去救市的 对 也是第一个有最大反应的 因为之后 珠海政府跟持一个月 对 它出的政策 就好像没有那么大效果 哈哈哈哈 不要紧了 那么 就中山呢 今个月的 即五月的数据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那么就 下一集 我们就说一下 我们最多人买的小慶 好吗 okok 好今天就是这么多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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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